Data Redundancy 数据冗余 如果我把所有资料放在同一个table 有机会出现Data Redundancy的问题 例如这里有学生的资料 有班的资料 也有选修科的资料 资料就会重复 例如3B班如果有40日 3B班班主任资料就会重复40次 另外选修科 1是History 2是Physics 3是ICT 假设有20人选修ICT ICT的老师资料就会重复20次 如果设计不好 除了Data Redundancy这个问题之外 也有三种问题出现 第一个问题就是更新的问题 update的问题 假设有个学生 由3B转到3A 这个学生收了三个选修科 1、2和3 3 于是有三个Record出现 既然由3B转到3A 于是三个Record都要转 如果我们转一个不转一个 资料就会不准确 如果选修科ICT转老师 由Mr.Suen转做Mrs Lee 所有选修ICT的学生的记录都要转 如果我们转一个不转一个 就有更新以上的问题 因为这个Table的设计 一个学生可以收三个选修科 有三个Record 所以它的Primary Key 就不仅是SID 要加上EID 这样才能确保记录是独一无二 是unique 于是有第二个问题出现 如果我们有个新生 而这个新生 是未曾有选修科 于是我们加个纪录的时候 只可以加到学生的资料 而选修科的资料是空白的 EID就会是null 但我们说过 Primary Key是SID再加EID Primary Key如果null 就会违反了Entity Integrity 实体完整性 第二个情况就是 我们加个新的选修科 而暂时未有学生选修 于是我们看到右边有资料 左边学生的资料是空白一片 而SID就会变成null 因为SID和EID是Primary Key SID如果是null 就违反了Entity Integrity 实体完整性 这个叫插入以上 第三个问题就是删除以上 假设3A班只有一个学生 以这个学生退学 我们将这个记录删除了 结果就是3A班的班主任资料 就会消失了 第二个情况 所有选修History的学生都退休 于是我们删除这两个记录 删除之后 任教History的老师资料也会消失 所以总括一下 如果Table设计得不好 也会有Data Redundancy 这个问题出现 也有三个问题出现 第一个就是Update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Insertion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Deletion的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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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